玉里安通露天野稀温泉已有百年的历史 在这几年玉里镇公所设置公共空间 供居民来使用 不过温泉自治委员会的成员表示 虽然有些公社但没有管养的维护 安全性以及便利性的问题也逐渐的浮现 那么为了大家的安全 希望公所能协助 天气冷想泡温泉又想到户外走走 不少人会选择野稀温泉 不过许多野稀温泉路途遥远难以抵达 得翻山越岭才得以泡道 在玉里安通露天野稀温泉 就有一个堪称最容易抵达的野稀 停车走路一分钟就到 大自然间环境舒适泡汤又免贝 受到游客以及地方居民的喜欢 不过邻近居民反映公社有安全方面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跟我们有一个对口 这里的公共设施是由玉里镇公所设置 不过爱于地权问题只能提供这些设施 至于安全问题会再请相关客室来了解 玉里安通露天野稀温泉已经有百年历史 全职是硫酸盐绿化物权 这几年玉里镇公所设置了公共空间 供民众使用 不过温泉自治会的成员就说 虽然有这些公社 但是没有管养维护 安全性以及便利性的问题也逐渐不限 而为了大家安全 希望公所能够协助 记者高雄双玉里镇 下方报道